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煮的等级都是属于第五级 类似麻婆豆腐的改良版 最主要是有什么材料呢 其实很简单 有豆腐 还有肉碎 还有蒜头 还有少少葱 这个我要提醒大家 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肉碎 尽量一定要搞到很碎 我会和要求的猪肉店 麻烦你可以和我煮两次 或者加三次 因为被老人家吃 需要很碎 豆腐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煮豆腐压了 我就要求到 通常我做这个豆腐 我会切的 会切到很小粒 至于蒜头 当然一定要切到很碎 很碎 很碎 差不多是叫蒜泥 就不是叫蒜蓉 至于葱 也是要切到很优势 很优势的 大家可以看看看不看得到 我待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切到它这么小粒 首先买一盒白福豆腐 还有今次我们煮的份量是两个人份量 我用了150克的肉碎 再加了一盒小的豆腐 我问过我 为什么只剩脱了 很难 其实不难的 如果真的脱不了的时候 你可以用把刀 轻轻力 切一切豆腐的盒 这样它就会脱出来了 我通常不喜欢鞭鱼 不漂亮 我就会这样切掉它 切掉它 切掉它 就不会有些大粒小粒 我的做法就是这样的 要注意这些 当然不要浪费 大家可以切掉它 切碎它 大家切碎了豆腐 没有浪费 我待会可以用它 我们就要慢慢切 要努力 又煮又玩 我们就先由第一层 很薄地开始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然后又中间开一刀 我们再开三刀 我们再开三刀 我们基本上可以切到一粒小粒 要这么小粒 我就希望 好味点 我们就要将肉类 就要腌了 腌其实都很简单 全部都有基本材料 炸糖豆粉 油 还有水 至于放多少呢 我们要用 半茶匙的砂糖 半茶匙砂糖 一茶匙生粉 一汤匙的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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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再加两汤匙的水 然后再放入鱼肉 然后再混入鱼肉 然后再放入鱼肉 然后和少许麻油 蔥一定要洗乾淨和乾 如果不夠乾的話 切得出來就會濕粒粒 而且會比較大粒很難切 很細小的切 輕輕的 給老人家吃 可能有吞咽困難的 因為如果大粒一點的話 可能會會觸碎 所以我們盡量一定要很優 大家聽到了嗎? 快點心機了 接著要做什麼呢? 就是做了一個芡汁 我們用半茶匙的加糖 可以隨意再健康一點 其實可以加少少的加糖 但是要半茶匙 沾粉水 加上沾粉 又是一茶匙的沾粉 豉油 一茶匙 一湯匙紅油 我們再加多一湯匙的水 一湯匙水 這樣攪拌 攪拌了之後 可以開焗了 我們現在要開始煮了 首先 記得大家要先燒紅了這隻鍋 然後 我們會放少許油 我們要關小火 記得因為燒紅了這隻鍋 放少許油 我們把蒜頭一會兒 開始 倒一點蒜蓉 爆一爆一點蒜蓉 記住不要太大火 因為蒜頭不耐火 我們把蒜頭爆一爆一點蒜頭就可以了 接著就可以倒些肉碎下去 煮 大家记住把肉炭开 不用炒了,关小火 慢慢等 大约一分钟,差不多了 我们就开始把肉反转 再煎一边 现在大家看看,大约一分钟 开始弄松了 接着就可以加入豆腐 希望加入豆腐的时候 不要加太多水 我们就开始搅拌豆腐 把豆腐和肉丝一起煮均匀 把肉煮至8成 然后加入豆腐粒 这样拌匀 把汁放进去 煮一煮 开火,让汁煮一煮 轻轻地拌匀 把汁煮好 和肉在煮均匀 不要一粒粒 那我们就开火 可以上碟 接着我们就放一点葱花 其实葱花呢 最主要是想着更漂亮一点 但都要切得很幼小 很幼小才可以 好,大家看看煮完了 我们现在煮完了 当然煮完了 要测试一下 这个是照护食里面有一个标准的 那我们就叫做 餐叉压力测试 那我们现在就试一下 记住 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 是不能超过4mm 那我们现在试一下 那我们现在试一下 一匙 肉萝蓉豆腐 我们首先就是要拿着叉 而且是不能压下去的 那我们轻轻地按下去 那我们轻轻地按下去 那些食物走不走出来 那还有它的指头 我们的指头是不能变白色 如果是白色 就是用了力 那我们希望用红色的 轻轻地按下去 而那些食物在叉的蜡 那里走出来 那就为止可以了 但如果真的是大粒 我们唯有只可以轻轻地按一下 才可以再给人吃 大家看看 刚才我们已经做完的测试了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照护食 就记住去留意这个网站 好了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Shiit diox орт 李 天